中美合作从来都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 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夺 中美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不存在谁吃亏谁占便宜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合作 形成了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的快速发展 既得益于同世界各国 包括同美国的开放合作 同样中国的不断发展和成长 也反过来为美国等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 和巨大的市场空间 如果真像某些人所说 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这种状况怎么能持续几十年之久 中美关系怎么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呢 当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在创造发展红利的同时 也会给各自的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带来矛盾和问题 这就需要通过自身改革来加以调整 而不是自己生病却让别人吃药 不是一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 甚至指望通过所谓脱钩来解决问题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 各国利益相互交织 中方一向主张 中美两国发展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没有必要相互排斥 完全可以相互借力 相互成就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经受疫情的严重冲击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我们理应坚持平等互惠 以合作而不是脱钩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并且为这个世界承担起应尽的责任